第五章 巅峰之作 淮海战役 战役简介 黄柏涛先被华野包围 杜玉明指挥邱里兵团去救援 被组没救成 黄围兵团也来救援 被忠也组援 李延年也来救援 被组 黄柏涛挂掉 杜玉明退回徐州 黄围被忠也包围 后来华野来帮忙打 于是李延年想靠拢黄围被组 杜玉明离开徐州来增援 被组 黄围挂了 杜玉明被两大野战军接着包围 这个时候李延年跑了 杜玉明在包围圈中熬了四十多天 最后也挂了 战役结束了 如果就这样结束了 未免有点不负责任啊 在这段简略的文字背后 还有六位数的男人身死浑灭 六位数的人落下伤残 六位数的家庭破碎 在这个大背景下 又有人名扬轻视 有人一是英明归于尘土 好吧 就把这段略微展开一下 开战双方 国民党和共产党 国民党那里称为徐蹦会战 共产党这边称淮海战役 共产党胜利了 咱们都生活在共产党的世界 所以也称淮海战役 战争性质 决战 战争背景 经过开战以来三年左右的亲密接触 共产党站稳了脚跟 辽审战役基本上解决了东北问题 有了东北 共产党相当于有了自己的永久性地盘 决战的时候到了 如果不打 那么中国将再次面临恐怖的分裂 打 当然要打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 都想拿下一个统一的中国 结束百年战乱 都不想成为分裂中国之千古罪人 都想置对方于死地 成功的一方将继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人的光辉事业 获得领导中华民族再一次崛起的权力 多么巨大的诱惑 在哪里打 当然是中原地区 自古以来 中原逐鹿 得中原者得天下 毛泽东早有中原逐鹿之心 早在三大战役之前 毛泽东就派刘伯成和邓小平率军东渡黄河 以图解决中原 只是时机不成熟 刘邓在中原没站住脚 演变成所谓挺进大别山 当然淮海战役的主战场 并不是传统地理上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 而是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 这地方经济并不发达 却是通向经济发达之地的咽喉要道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远的不说 抗日战争中 这一带就打得异常惨烈 徐州打开 南京裸露在外 只有一条江 裹了江 国民党政府就完了 辽审战役之后 共产党在军队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 装备上国民党依然领先 下一步怎么办 还没有一个具体方略 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的设想 派遣素玉带一帮人到长江以南 学刘邓接近敌人新藏地区 吸引江北敌人过江南 然后调东北军入关 四季解决华北 再图中原 然后一统天下 这个战略相当宏大 但并不陌生 一句话就是游北向南一统中国 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老节目了 王朝循环时代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游北向南 要么从东北开始 要么从西北开始 熟读历史的毛泽东 打算把这出经典历史剧重演一遍 如果按照这个决策 等林彪带领东北军入关 华北的副作义就有了来自南方的大力支持 投降肯定是不可能了 北京一带肯定要大打特打 最后的结局 很可能是共产党依然胜利 但古老的北京城 估计要反复砸碎好几遍 打完之后休整 南进 再打 再南进 打到何年何月不知道 但可以肯定 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诞生 过程是慢了一点 前景看起来也不错 中央高层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如果多拖上几年 后来抗美援朝啥的也就免谈了 如果美国人加大参与力度 苏联人在十点半子 说不定还真的化降而至 这时候远在华东的速语站出来了 说下江南不是上策 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 要知道当年共产党缺少运输工具 要大规模带人过江是不可能的 人数少了也没啥用 去了江南要建立根据地 拉队伍等等 至少需要两三年吧 林彪带了那么大的本钱去东北 也是花了将近三年时间才缓过来起 而且和东北不同的是 速遇下江南的地方 在江这一带 那里比较富裕 没有为了窝窝头闹革命的理由 要建立根据地 拉队伍的难度更大 如果下江南 五五年 速遇估计还能捞到大将军衔 但是首席大将啊 吴勉元帅等虚虚实实的桂冠 就是浮云了 所以速遇认为 更好的办法就是留在江北 在两淮地区打几个漂亮的歼灭战 同样可以消灭敌人 比下江南省市 速遇的第一个支持者是饶术史 而陈毅不太赞同速遇的主张 因为中央已经决定 让速遇下江南了 管司打到毛泽东那里 经过一系列分析 解释 推理 判断 论证 毛泽东觉得速遇的想法虽然大胆新奇 但还是可行的 连交给了速遇一个任务 速遇必须在四到八个月内 再将北歼敌六到十二个旅 相当于让速遇立下一个军令状 为了表达对速遇的信任 毛泽东再次发挥天才用人策略 把陈毅调到中野干老本行 即协调两大野战军之间的人事关系 这一招既挪开了速遇上头最后一个领导 也大大促进了两大野战军之间的交流 这个调动对陈毅有点不公平 就不怕陈毅消极代工 不怕 因为速遇打不好 把华野家底败光了 那陈毅再回华野也变成了光杆司令 所以陈毅也不敢怠慢 从此速遇成了中野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 天高任他飞 速遇用自己的构思打动了毛泽东 改变了中央的计划 调动了整个中原局势 还调动了陈毅 盘活了刘邓大军 从此局势逆转 直接加快了决战进程 中央调走陈毅 可谓给足了速遇面子 速遇也得给中央和毛泽东增加点信心 面对毛泽东的军令状 速遇怎么办的呢 回去之后甩开膀子就赶 二十天时间打完玉东战役 歼灭国军一个兵团部 两个整编师部 四个正规旅 两个保安旅 约九万余人 虽不如苏中七战七截漂亮 却也痛快 军令状搞定 又是一次险中求胜 而且还没完全发力 由于玉东战役 蒋介石赶紧调山东军队支援河南 这样一来山东空虚 毛泽东立刻让肃裕 折回山东打济南 济南是一座大城市 此前共军并无多少大城市攻坚战经验 然而要在中原打歼灭战 城市攻坚战是必不可少的 对肃裕而言 济南是一个考验 如果打不下来 淮海也得仔细想想了 守卫济南的是抗日猛将王耀武 结果是八天时间攻下济南城 俘虏王耀武 通过这两战 毛泽东对肃裕更加信心满满了 放心让肃裕去干 有了玉东战役和济南战役做铺垫 淮海战役自然而然就来了 看官们 此时此刻的素欲让你想到了谁 横扫东方的白起 还是帮助刘邦出汉中定三秦 搞定天下的韩信 战争规模 共军六十万 国军八十万 这个规模在中国历史上算是空前了 但愿也是绝后的 但愿中国再也不要有内战 即使放在全世界战争史上 这个规模也足够宏大 加上后勤部队和两怀人民的小车子 就没法估算了 淮海战役构思者 素欲 这是一个无比崇高的头衔 冲锋陷阵者 猛将 独党一面者 统帅 决战构思者 思想家 共军主要指挥者 素欲 参与领导并指挥者 刘伯成 邓小平 陈毅 饶术石 谭震林 国军指挥者 刘智 杜玉明 邱青全 黄维 黄百涛 这两套班子的配置非常有意思 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水平 共军班子是这样的 邓小平是前委书记 地位最高 起到一个象征性功能 因为这些人中 邓小平是毛泽东的铁杆 紧跟毛泽东的态度最为坚决 陈毅 负责人是协调 谭震林 是搞政治的 饶术石 贵在参与 素欲 指挥华野主攻 刘伯成 指挥 中野协助 国军班子也差不多 留置位置最高 军事能力有限 但是忠于蒋介石 蒋介石知道 刘志打仗能力没有 就给他配备一个业务能力强的 杜宇明 其他如黄维 黄百涛 邱青全 也是一时人物 至少从账面上看 两套班子配置相似 都是一个军事能力一般 但忠于领袖的人物 当老大 证明 蒋介石和毛泽东 政治水平相当 但是 比起军事谋略就差远了 毛泽东帮助 素欲 制定战略战术 反观蒋介石 当杜宇明 制定作战计划时 蒋介石把他拉到东北 当救火队员 等到杜宇明 再回到淮海战场 枪炮已经响了六天 毛泽东发电报 给主攻守素欲说 不必实施请示 蒋介石 却常常伸手到前线 遥控指挥 搞得前线官兵 无所适从 战后成为战俘的杜宇明说过 淮海战场上 哪怕最为糟糕的一个作战计划 能够彻底实施 局势都将不同 所以任何一个计划 都没能彻底实施 蒋介石 有很大的责任 搞定黄百逃 现在看 素欲构思淮海战役 一切来得那么精妙自然 然而在当时看 这一切只是想得很美 如果毕加索只会在脑袋里想象 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 关键还是要执行 执行起来风险非常大 当时中原局势处于一种军事 中原虽有华野 中野太阅兵团互成机脚 但并不占任何优势 因为在这个机脚之外 全部都是国军 中野因为越近千里 部队检员过半 穿越黄泛区时 把重炮什么的全部丢光了 没有炮火之源 军队出了山区 能有多少战斗力 刘伯承在神 邓小平政治手段再高 又能折腾出啥花样 如果紧紧看 大别山之中的中野 仅能自保 太阅兵团的陈庚 用兵诡异多变 但是有个不大不小的弱点 西兵 放平时这是好事 但是在关键时刻就显得有点软 所以 陈庚同志名头虽大 硬仗 狠仗却不多 三路大军之中 真正动机诡异 心狠手辣的 只有素玉指挥的华野 针对这个情况 素玉同志就想了 这个仗怎么打呢 那就先拿下两淮 淮阴淮安 到海州之间这一块 把苏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 连成一片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 认为可以 不过胃口小了一点 他站在战略的高度 认为以华野现在的力量 完全可以打一个更大的歼灭战 他早就瞅准了 徐州以东的黄百涛兵团 十万人可以打一打 事实证明这是一招妙棋 棋虽妙 却不好下 因为黄百涛同志 虽然不是蒋介石的鞠马炮 却相当硬 差点磕掉素欲门牙 也该黄百涛倒霉 历史选择他当背景 黄百涛生于二十世纪第一年 一九零零年 军衔国军陆军上将 兵团司令官 黄百涛并非蒋介石嫡系 最后混到兵团司令员 靠的是实力 拜长期以来的宣传所赐 一提到国民党军官 很多人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个肥胖 且鲸鱼吃喝嫖赌之身影 当然鲸鱼吃喝嫖赌的党国军人不少 但不包括黄百涛 身为将军的黄百涛并无不良事好 战场上尽责争先 退役谨慎 打起仗来凶狠顽强 虽然是杂牌军出身 对蒋介石却是死心塌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战场上 无论是忠诚度还是在战绩上 都是呱呱叫 身为杂牌军出身 能在派系林立的党国军方混出头来 那是相当不容易的 黄百涛做到了 一句话 黄百涛同志是杂牌军中的王牌将心 虽然黄百涛最后身败名裂 但实事求是的讲 黄百涛是一个优秀的将军 他之所以失败 除了时运不计跟错了人 还因为对手更优秀 1948年 黄百涛49岁 正值春秋鼎升 将军的黄金年龄 年末 黄百涛在碾庄地区 碰到了比自己更为年轻的对手 素玉 两人是老朋友了 经常打招呼 只不过他们打招呼的道具 不是酒肉 而是机枪大炮 结果是互有胜败 早在玉东战役 华野部队围攻黄百涛兵团 危急时刻 黄百涛亲自登上坦克冲锋陷阵 创造了国民党内兵团司令本人 亲自带队冲锋的唯一战力 经过死战 终于稳住阵脚 最终突围 之后蒋介石亲自为他颁发 青天白日勋章 不禁设想 如此勇猛的黄百涛 如果当初加入共产党 会如何 这一次和之前不同 这是素玉和黄百涛 这辈子最后一次较量 以前都是国君围攻素玉 素玉险中求胜 这一次轮到素玉出手了 毛泽东和素玉决定 首先吃掉黄百涛 这么选择 倒不是因为黄百涛将军是绵羊 而是因为黄百涛将军出身不好 国军内部派系邻里 大家彼此牵扯记恨 之前的张陵甫带领的王牌74军 就是这样挂掉的 如果杂牌军出身的黄百涛陷入危局 蒋介石嫡系是不会倾尽全力救援的 这点上就看出国共双方的差别 共军内部也是派系邻里 但派系只表现在政治斗争上 上了战场还是彼此配合 比方说就在淮海战役 华野和中野的配合 那叫相当的亲密无间 这或许就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差距 可以说毛泽东吃透了蒋介石 也吃定了蒋介石 老友见面也没必要客气 各自使出浑身解数 以此问候 双方经过一系列试探 对抗引诱之后 素玉指挥的华野把黄百涛包围在碾桩 黄百涛咋就这么背呢 只因为此时战役的实际指挥者 杜玉明还在东北 实际指挥重任落到刘志身上 这本不是他的专业范畴吗 刘志的使命只是忠于蒋介石而已 刘志先生就是国军典型 早年热血 头笔从容 黄埔一期毕业 军事生涯经未分明 概括为 北伐时期有福将之称 中原大战升级为长胜将军 等到抗战就变成了长腿将军 解放战争降格为长败将军 从福将转变成长败将军的过程中 刘志先生的热血变成坠肉 捞了很多钱 找了好几房仪太太 领悟了花天酒地之精髓 按照抗战的表现 他下面任何一位兵团司令的表现 都比刘老总好 刘志之所以能爬这么高 是因为他有一项技能 体后 每当蒋介石发火骂人 刘先生都可以标准站姿 席而恭听 一副忠厚表情抵得上防弹玻璃 骄横的邱清拳 一针见血 徐州是南京的大门 鹰派一员虎将薛越把守 不派一虎 也鹰派一狗 只顾住同看门 金派一只猪刘志 眼看大门守不住 大战开始 将帅之间如此心态 如何打仗 会战失败的刘大将军 竟然逃脱了惩罚 带着姨太太们 在香港新加坡等地 花天酒地一阵子后 去了台湾 竟然成了总统府顾问 这是后话 华野能够顺利包围 黄百涛 也得有刘志的配合 选择拿黄百涛开刀之后 肃玉进行了一系列表演 首先开了一个整峰会 表示 我军在济南耗了很大元气 十天半个月内 没力气继续打了 第二招 制造了一系列攻打徐州的假象 这个信号 都是为了让刘志相信 共军要打他的老巢 徐州 肃玉这一连串的表演 超出了刘志的判断 刘志就相信了肃玉 让他相信的信息 即共军进攻徐州 随后采取了如下措施 命令离徐州较近的 李弥兵团 和镇守肃县的孙元良兵团 紧急调回徐州 肃玉趁机占了这两个地方 切断黄百涛和徐州的联系 尽管如此 肃玉依然没能抓住黄百涛 此时 刘志又出手了 刘志将第九绥靖区44军 划归第七兵团 只让黄百涛兵团 将下辖五个军十二万人 规模可以和嫡系重兵兵团相比肩 可问题是 他必须在新安镇等44军到达后 才能向徐州转进 但是身处最前线的黄兵团 早就知道 共军马上要向自己动手了 还要等人 急死人了 于是黄司令打电话问刘老总 人啥时候到 刘老总曰等 没办法 只能说黄司令狠背 等到人之后 又要过河 河上只有一座桥 十几万人刚过了桥 肃遇到了 一阵狂攻之后 黄百涛被围在碾庄 碾庄本来是李弥军团的阵地 离徐州只有一百多公里 如果李弥军团还在 华也是没有办法下崖的 然而 李弥已经被刘老总调回徐州了 肃遇一看 笑了 不就是围点打圆吗 已经习惯了 就把部队分一分 某某部围点 某某部打圆 分配好之后 就等着听战报了 然而 战报超出了他的预料之外 共军轻装减刑 本来装备就差 仅有的一点重武器丢在后面 就直接进攻了 然而碾庄防卫体系非常好 而且黄百涛的人打仗非常专业 共军伤亡很大 肃遇采用了一种笨 但有效的方法 即挖战壕 一条条战壕 直通一个个村庄 战壕 碉堡 然后是肉搏 碾庄之上 血肉横飞 枪炮声 呼喊声 哀嚎声 构成一曲鬼哭 活脱脱一副 人间地狱 神仙重围中的黄百涛 依然不慌不忙 一方面 寻找机会突围 一方面 固守待远 这个算盘是很不错的 只是打错了 邱青泉和李弥 按照命令来救了 可惜均被阻击了 然而黄百涛 盼星星盼月亮 结果只盼来他妈的精神支持 蒋介石 命令大家解救黄百涛 无效之后 大肆宣传黄百涛的英雄事迹 鼓励黄百涛 拼死混战等等 此时的肃郁正在运筹帷幄 一边稳住邱青泉和李弥 一边调兵遣将要黄百涛的命 九纵队负责最后的冲锋 黄百涛起家的二十五军依靠两条水豪死守 直到双方的尸体把水豪填满 黄百涛也不是闹肿 直到最后还在指挥残余的将士和蜂拥而来的共军队汉 当时没有人相信黄百涛能坚持一周 然而黄百涛奇迹般地坚持了十二天 这十二天之中 徐州几十万人 硬是没有突破一百公里的路程 终于黄百涛兵团流进最后一滴血 最后一滴血就是黄百涛的血 最后的最后 这位优秀的军人黄百涛 这位杂牌军中的将星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拔枪自杀 子弹是从嘴里射进去的 黄百涛自杀前 拿出明天一张 在背后写上黄百涛尽中报国 交给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杨婷燕 请他转交蒋介石 这一幕很感人 但于事无补 还是那句话 黄百涛是个优秀的军人 听到黄百涛倒下的消息 肃玉也倒下了 黄百涛是引弹自尽 而肃玉是累昏了 肃玉早年头部重伤 精神高度紧张就头疼欲裂 淮海战役开始后 肃玉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头疼得厉害时 就把脸贴在玻璃窗上 凉一凉 或者抓鸡把血搓搓脸 以减轻痛苦 有种程度绝不在黄百涛之下 第二阶段 黄维 打掉黄百涛 淮海战役迎来一个大大的开门哄 共军胆更壮 国军胆更寒 按照毛泽东之前的设想 打掉黄百涛之后 肃玉依然难下 然而这时候已经不是了 局势已经演变成江北决战 也就是从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 演变过程还得由国军配合 杜玉明同志还在东北时 刘志被肃玉迷惑的晕头转向 正在往徐州退却 肃玉指挥人马 竟然没有找到黄百涛 同时探知国军在往南退 如果徐州兵马往南退的话 那么决战就不可能了 肃玉连忙电告中央 毛泽东意识到 必须把国军消灭在长江以北 同时电令中原局和华东局 务必确保两大野战军的攻击 要保证前线将士 两到三个月内的补给 从此淮海战役的总方针 真正出台 小淮海演变成大淮海 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 将战争从局部规模 演变为战略决战 之后 共产党动员两淮全部力量 支援淮海战役 打完这一仗 江北再无大战 于是就有了几百万民工 推着独轮车 浩浩荡荡支援淮海战役的壮观景象 也就是后来陈毅总结的 淮海战役的胜利 使人民群众用独轮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和肃玉的担心是多余的 国军并非战略难撤 之所以撤退是因为战略意图还不清晰 蒋介石听了何应钦和顾祝同提出的 首将毕首怀的主张后 动摇了 把部队沿着京浦县 徐州以南到宿县迸部这一带 摆成一字长蛇阵 一字长蛇阵 一个从来不会在战略决战中出现的阵型 11月9号 杜玉明从东北转回头 面对着这样一个烂摊子 所以谨慎了一把 没能全力以赴去解救黄百涛 决战决心还没下吗 而正是因为中共铁了心江北决战 所以肃玉才不惜一切代价 持掉黄百涛 面对徐州到宿县到迸部这个长蛇阵 蛇的七寸就在宿县 刘伯承对着地图 用他那剩余的一只眼盯着宿县 早在战争开始 刘伯承就提出要占领肃县 肃县是徐州的南大门 徐州到南京的唯一补给县 肃县被攻占 意味着徐州通往南京的大门被关上 徐州已经孤立 肃县本来是孙元良军团守护的 但是通过肃玉一系列的表演 刘志先生竟然把孙元良叫到徐州 把肃县白白让了出来 高啊 等到国军再次意识到宿县的重要性 宿县已经在共军手里了 黄柏涛兵团覆灭后 蒋介石严令黄维 孙元良 李延年三个兵团继续北上 同时以徐州的两个兵团南下 以求三路对境 打通宿县 现在费这么大力气 早干嘛去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 华野围住黄柏涛兵团之后 以少半兵力维艰黄柏涛兵团 以多半兵力组员消耗秋里兵团 消灭黄柏涛兵团之后 又是秋里兵团继续东进 分割包围 然后一锅包了 可黄柏涛太硬了 华野差点消化不良 已经吃不动秋里 那么庞大的一坨人马 此时刘邓提出 中野独立阻击南县援军 整体上看 也是先打南县最为稳妥 那么南县最合适的消灭对象是谁呢 就是黄维 淮海战役中 第二阶段就是消灭了黄维兵团 并且火作了黄维 但大家不要以为黄维是个庸人 说句公道话 黄维将军值得国人钦佩 和之前的杂牌将领黄柏涛不同 黄维是蒋介石的正宗嫡系 黄维生于1904年 黄浦一期比刘志强多了 介绍黄维 会说他和陈庚大将 以及徐向前元帅是同学 而不说他和刘志是同学 毕业后 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和北伐战争 非常勇敢 北伐战争时已经是营长 黄维成名于松户会战 战争开始一个月后 黄维接任第十八军第六十七师师长 率部进入罗电 面对日军立体式的生猛进攻 黄维生生守了一个星期 打到最后只剩下面的三个团长 一人战死二人重伤 师部除一个电报员 连文书吹事员都拿枪上去了 战后整颠 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上 罗电之战 黄维一战成名 事后也有不少人说当时黄的指挥 死板僵硬 书呆子黄维的名声就此落下 随后黄维参与武汉保卫战和缅甸反攻 均有不俗表现 也是位抗日英雄 险于天赋 这里就不赘述了 黄维的生平和刘伯承有点像 守过正规军事教育 打仗一板一眼 而且连职业规划都差不多 抗战胜利之后 黄维先是训练预备军官 干了一段时间又到武汉筹备创办 新制军官学校 任校长 学校根据美国顾问团的建议而成立 准备仿照西点军校的体制建校 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 然而他不如刘伯承幸运 因为这时候国民党曾经的优势正在丧失 在蒋介石的逼迫下 黄维被迫重新走上战场 为了配合重点防御计划 国民党组织了所谓机动兵团 第十二兵团 下辖四个军和一个战车营 共十二万 这十二万人 基本上是嫡系精锐 全美式装备 王台军 这一点上蒋介石绝对失策 黄维是可搬生 有血腥有原则 但临机应变欠缺 不该让黄维出任十二兵团司令 机动兵团是干嘛的 说白了就是救火的 哪里需要去哪 担任突击救援任务 要善于机变的将领 解决临时出现的问题 这恰好是黄维的短板 如果共军也有这样一支部队 肯定不会让刘伯承出任司令员 道理一样 黄维和蒋介石约定 打完这一仗 继续回去办学 蒋介石说 好 只是黄维再也没法办学了 战场如同江湖 进去之后便身不由己 他将遇到一个和自己类似的对手 刘伯承 战争开始 徐州脚总司令刘志 严令远在驻马殿的黄维兵团 快速向徐州集中 黄维随帅第十二兵团 经蒙城速线向徐州靠拢 一周后到复阳 然后渡过窝河后到达蒙城 遭到刘伯承的坚决阻击 当然 刘伯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陈毅和邓小平在旁协助 为了站稳脚跟 黄维决定 以蒙城为核心 构筑攻势囤积凉弹 看准目标再打下去 前进时 先占领前方有利地形 作为新的核心 如此逐次跃进 教科书一样稳扎稳打 黄维希望用这种安稳的方式逃脱虎口 此时 刘伯承正在指挥中野 在四周寻找战机 按照当时的情况看 刘伯承想一口吃掉黄维 并不容易 因为黄维的十二万人都是正规军 装备上要先进许多 特别是安徽西北 皆为平原 利于坦克冲锋 当时的刘伯承 刚从大鳖山出来 重武器丢得七七八八了 而且中野之所以在大鳖山里 待得比较窝囊 是因为面对胡连指挥的十八军 败夺胜少 而黄维兵团的前身正是十八军 所以黄维没怎么拿刘伯承当回事 然而 刘伯承吉人天相 得到贵人相助 具体说 有两个人 蒋介石和素语 就在黄维稳步东进时 蒋介石突然发来电报 因黄百涛第七兵团 在碾庄北围 令黄维兵团 火速向素线齐进 黄维 只得放弃守蒙城的计划 下令向北攻击前进 经过激烈战斗 解放军撤走 黄维随令各部直驱 素线咽喉 国军刚刚明白失去咽喉之痛苦 可惜 黄维最终也没有替蒋介石 拿下素线咽喉 刘伯承 承虚占领蒙城 切断了黄维的退路 此时的黄维 已经孤军深入 兵体降伐 哪经得起如此折腾 折腾不起也得折腾 领袖命令嘛 就在黄维进退两难之际 刘伯承趁机布置口袋阵 最后终于把黄维 包围在双堆戟 此时蒋介石 已经忘了张灵府之痛 命令黄维原地待命 再图谋宿州 结果是宿州没有图到 反而自己被困在双堆戟 双堆戟 就是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小村庄 但是被困的黄维并不着急 他比碾庄的黄柏桃更自信 因为他有更强悍的士兵 有更为强大的装备 被围就被围背 突围就是了 黄维准备突围 突围需要有前锋开路 85军110师师长廖运舟 拍拍胸扑说 我愿意当替死鬼 把古板的黄维感动得 眼睛都湿润了 廖运舟突围 出其顺利 很快就出去了 黄维心中一喜 派人继续跟进 哪知接下来三个师 撞到了南墙上 残了乱了 原来 廖运舟同志是间谍 刘邓把廖运舟放出来 又引出三个师 一下子吃掉黄维四个师 还搞得黄维军心不稳 刘邓非常高兴 给毛泽东发电报 电报中说 战斗迟至明日可以解决 毛泽东也高兴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中原野战军在大别山打惯了游击 加上没有重武器做火力压制 对平原攻击显然没有经验 几轮猛打猛冲的结果 牺牲很大 收效甚微 赶忙在第二天又补上一封电报 结束战斗需要十天 从一天变成十天 还是太乐观了 黄维被围后 立刻着手修筑攻势 几天之内就构筑起环形防卫体系 以坦克 机枪和火焰喷射器 组成层层火网 刘伯承根本没法靠近 一连几天均收效甚微 十二兵团凶猛的火力 压得中也抬不起头 但是黄维想突围也没门 各个方向均遭到顽强阻击 到了夜间 就成了共军的天下 夜战中的共军 一次次将白天失去的阵地夺回来 双方就这样翻来覆去的绞杀 一天一夜 几天几夜 战场上尸体如山 血流成河 地狱再次出现在人间 血战五天之后 黄维被迫固守带园 但华爷也没办法 陈毅打电话问素玉 华爷是如何打黄百桃的 素玉就把挖坑的绝学 向陈老总汇报了一番 此后 中野上下开始大挖交通豪 大量战豪挖到了距敌阵 只有五十米的地方 大大缩短了冲锋的距离 削弱了黄维兵团强大的火力 最长的战豪有二十公里 战豪每五十米一折 铸成强舵口式样 减小敌人炮火杀伤 中野缺少重武器 就想了个土办法 找来汽油桶 夹沽之后 装入炸药包引燃 当作土炮一样 抛射到国军阵地 造成很大杀伤 所以说 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 尽管如此 刘伯成依然没办法 啃掉黄维 现在黄百桃被奸 黄维被围困 素线打不通 蒋介石没办法了 于11月28号 决定放弃徐州就黄维 蒋介石让刘志去 蹦步督令李延年兵团 刘汝明兵团 增援皇伟 命令杜育明帅 邱清权兵团 李弥兵团 孙元良兵团 三个兵团 共30万人马 放弃徐州 西县撤退 然后侧击中野 就荒为 在撤退中 最能体现一支军队的素质 如果国军有条不紊的退去 以其机械化军队行军的速度 素欲要追上必须长出翅膀 可惜国军撤退和溃败差不多 不但乱 而且慢 散兵后面跟随着一大群百姓 跟当年刘备从徐州败退的正是相当 而且在这个关头 蒋介石又让杜育明 带着这群已无战役的队伍 去解救皇位 杜育明一犹豫 被素欲给追上了 素欲指挥如狼似虎的华野弟兄 把杜育明的三十万人马围困在陈关庄 这样淮海战场上就形成了两个大的包围圈 圈里是国军 圈外是共军 这下蒋介石急了 本来是让杜育明去解救皇位的 现在连杜育明也需要解救了 还有谁能来解救皇位和杜育明 让刘汝明兵团北上 刘汝明是个老兵游子 磨磨蹭蹭就是不肯来 电话打给西北的胡宗南 胡宗南倒是不磨蹭 不来 打给白崇喜 白崇喜也不磨蹭 不来 不但不来 还在电话里数落了蒋介石 说你原来就部署错了 导致大军被围 现在又把兵力一点一点往里填 那就是送死 蒋介石大怒 贵戏这是坐山观虎斗 在背后捅刀子 保存实力乘机做大 蒋介石绕过白 直接打电话给他的学生宋熙连 宋熙连倒是听校长的话 可部队一上船 就被白崇喜给拦下来了 蒋心中深恨之 只好不断勉励黄维坚守 空投了不少家奖令和慰问信等等 知道此事 黄维基本上准备坐地等死 但是刘伯承一时片刻 仍然奈何不了黄维 和苦命的黄维不同 刘伯承却迎来第二个贵人 宿裕 此时宿裕发扬了团队合作的优良作风 咬之牙派华野四个纵队和野战特种纵队炮兵前来支援 形成以20万对10万兵力上的优势 特别是陈世举带来的炮兵 更是解了中野的燃眉之气 因为黄维被困在双堆积的狭长地带 最怕炮火 陈世举是个霹雳火 脾气和打仗一样劲爆 正是陈世举彪悍的进攻 三天凶狠的冲锋之后 使得国军精髓老虎团惨遭覆灭 到最后整个十二兵团成了炮灰 黄维本人成了俘虏 从这点上就看出国共双方的差别了 国民党精锐兵团陷入包围圈 通常是蒋介石级的团团转 命令无数却没用 掌灵府如此 黄柏涛如此 如今轮到黄维依然如此 反观共产党这边 刘伯成啃不动黄维 肃欲帮着啃 雪中送炭啊 最后还下命令说 缴获的武器留给中野 雪中送炭之后还留下羊肉船 所以刘伯成一直对素语评价很高 称其有古名将之一封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恭维啊 黄维打仗古板 做人也差不多 依然心向国民党 从不骂蒋介石一句 这种古板是可敬的 在关押期间 为了逃避改造 去搞工程 设计研究涌动机 自学各种知识 自己竟然设计出来一台涌动机 当然最后实验失败 不失败就怪了 26年后 蒋介石死了 黄维丧失了精神之助 被特赦 随后成为政协常务委员 89年去世 贫 黄维是个不错的将军 是个古板且可敬的人 1 7 8 5 9 感谢观看